《转生史莱姆》46话,《利姆路VSB利姆》,《子愿VS克雷曼》,《魔狼之战》已打响。 《转生史莱姆》终于迎来第46话的精彩热播,这一话的剧情非常精彩。 没错,因为魔王的盛宴终于开始了。实际上,这场魔王聚会都是克雷曼的阴谋。 不过,克雷曼这家伙还是算错了,因为大部分的魔王都不想烫着烫浑水,所以,最终还是变成利姆路和克雷曼的撕逼大战。 战斗开始之后,利姆路VSB利姆,《子愿VS克雷曼》,《魔狼之战》已打响。 与此同时,贝雷他也加入了战斗,虽说结果大家都知道,只是战斗过程还是比较精彩。 先来看一下克雷曼,克雷曼这家伙很有意思,他以为其他的魔王都会帮助他。 然而,他自己算错了,这些魔王根本就不相信他,所以很多魔王都是来看戏的。 最终,元初之红说了,这事还是交给他们两个魔王解决。 看来,元初之红是最拽的一个魔王,他发话之后,几乎没有人反对。 主要是米利姆被控制,假装。 子愿率先出手掉打克雷曼,因为克雷曼不敢单独和利姆路战斗。 这里要说一下克雷曼,克雷曼是400年前诞生的新生代魔王,实际上,他的实力还谈不上真正的魔王。 因为他还没有真正觉醒。 所以子愿出手之后,招招调打克雷曼,克雷曼只有让手下出手来帮忙。 另一方面,我们的奥斯卡影后出手了。 他的对手就是蒙王利姆路,利姆路和米利姆本身就是好友,所以利姆路以心向要解除李利姆的控制。 当然,直到战斗开始,利姆路都不知道米利姆一直在演戏,在家伙就是假装被控制。 这一幕确实很有意思,所以利姆路一直都在躲避。 这次是真正的魔王,利姆路其实一直都在躲避,这家伙还是如果不是拉斐尔的话,自己早就被米利姆打死了。 真的是这样吗? 其实,此时的蒙王有点谦虚,可能他依旧不是米利姆的对手,但是也不至于说分分钟被打死。 好歹,现在的利姆路已经是真正的魔王了。 现在是十大魔王,后面直接变成八星魔王。 为了解救米利姆,一边战斗的同时,拉斐尔一边解析米利姆所中的数复数。 然而,结果让人意外,拉斐尔说根本没发现米利姆中招。 利姆路吐槽拉斐尔连克雷曼的招式都解析不了。 两人还相互生气起来,实际上,前面我们就说了。 米利姆是奥斯卡影后,这家伙压根就没被控制,他一直都在演戏。 总之,魔王的盛宴已将开始了,估计下一集克雷曼就会被吞噬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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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